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江泽民后来说他们既不是地主也不是资本家 其实住宅是最能说明问题的 他们比普通的地主和商人有钱得多 有背景的官身 例如著名的刘文采 可能超过他们 没有背景的地主不大可能 城里人当中只有外国侨民 关幻和盐商才有更好的住宅 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属于中产阶级的顶峰 江家在江泽民祖父一代已经达到了这个层次 不过江泽会自吹的书香门第二 他们还差一点点 江泽民祖孙三代 包括所谓的养父江上青留下的诗歌都很糟糕 说明他们的家学还是有问题 只是在全社会每况愈下的大环境内 冒充绅士的难度大大降低了而已 革命以后的医生和管理人员 大多数住不起数百平方米的花园小院 本身就是社会日益无产化的证明 这样的家庭不会轻易抛弃基业逃难 更不会落到处处不留爷 也去投八路的下场 没有背景的衣食家庭想要继续发展 自然会向有背景的方向努力 江世俊在汪兆明政府内飞黄腾达 在他们自己看来无疑是成功的表现 一 江少月 实习1870-1933 曾在江都县投桥乡岸顶合房太和堂要点行医 在仙女庙内河轮船公司任职 1915年后 受聘为南通大达内河轮船公司协理 迁居扬州 长子江世俊 贯迁1895-1973 又名江贯迁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8月出版的江泽民与扬州说 父亲江实习病逝后 江世俊作为家中长子 毅然挑起家庭生活重担 一方面处理扬州轮船公司事务 一方面尽力照顾弟妹及子女读书 经常抽出时间为六地上清代课 支持其参加革命活动 扬州沦陷时期 宁可变卖家居度日 也不到伪政权中任职 解放后江世俊在扬州苏北九类公司工作 台湾时报出版企业公司1996年1月出版的杨中美《江泽民传》说 江世俊1938年参加日委汉奸组织和平救国会 南京沦陷后又供置于南京离市为职会 1940年3月 汪精卫政府在行政院下设立了宣传部 江世俊被任命为宣传部副部长兼社论委员会主任委员 成为汪伟政府直属报刊《中华日报》的主笔 六子江世侯上清1911-1939 1927年入团 1929年入党 抗战期间在安徽做统战工作 打入国民党安徽省第六行政区任督察专员 公署秘书并兼第五战区第五游击区司令部政治部主任 进行统战工作 执行任务时被击毙 江世侯有两个女儿 江泽灵 江泽慧 二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2月出版的罗伯特 鲍伦斯 库恩 他改变了中国 江泽民传 江泽慧评述说 我们家可以说是书香门第 一贯致力于学习求知 并酷爱文学艺术 我们家在读书做人方面的良好家风 一直是代代相传的 爷爷把自己对文化的热爱传给了自己的子女 甚至也传给了三哥和我这一代 就好像对文学艺术的爱好已经被植入了我们的基因 在爷爷的子女当中 像我父亲 我大伯和我七叔 都在古典文学和诗歌方面造诣很深 江泽民考入扬州中学的时候 战争刚好爆发 日本人的占领显然没有既改变江家的价值观 也没有妨碍不问政治的优等生 他向社会阶梯 江泽民在17岁的时候考上了中央大学 可见日本人和汪兆明确实保护了许多安静的书桌 江泽民后来自称江上卿的养子 但他显然没有分享圣战者颠沛流离的生活 江上卿是妾生的儿子 容易把家庭内部的压抑感转化成革命的荷尔蒙 如果江上卿顾念妻生儿子的安全 把他托付给南京国民政府官员的家庭抚养 比较符合人情势力 相反的安排就难以理解 如果这种说法是江泽民后来发明出来的 企图增加自己在共产党内的资源 反倒可能性更大 江泽民的家庭没有任何公开反对 平静地接受了日本人主导的新体制 努力通过合法途径在新体制内上升 他们的祖先在扬州十日以后 也是这样适应满人的 小康以上的市民家庭遭遇乱世 一般都是这样处理问题的 只有无恒产无恒心的社会边缘人 才会在意争取异军或革命制式称号的渺茫机会 所谓往往篡汉 西京群道皆称富汉 顺民社会无论反正都会把他们当成落草的盗匪 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误入歧途的青年 除非几十年后发现他们的领袖恰好名叫朱元璋 如果这种小概率事件当真发生 家族史的编撰者就很需要强调党性的原则了 无论如何 江泽民是新生当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考虑到战争至少使中学停顿了一两年 江泽民家庭的生存模式和教育模式 已经充分证明了他们的适应能力和适应愿望 江泽民在中央大学的短暂经历 给后世的传级作家制造了无数麻烦 江泽民亲定地和热爱江泽民的作家 运用放大镜和显微镜四处寻找 渴望发现江泽民和江上青的联系 得到的结果不是比圣雄甘地的忏悔记录还无聊 就是比井冈山会师的主角名单还矛盾 江泽民唱过毕业歌三 还参加过一次反对鸦片的学生社会活动 仅此而已 他如果确实热爱理论上的养父 显然已经表现出优秀布尔什维克的素质 没有向周围的同学暴露党的机密 江泽民讨厌的和憎恶江泽民的作家 兴高采烈地宣布 他参加了理事群主持的干部训练班次 然而任何稍有常识的读者都能看出 这些组织不见得比1986年的共青团 邪恶到哪里去 如果读者的意思是要运用共产党整人的方式 公平合理地行使逆向解释的权利 江泽民当然就是汉奸 如果读者的价值观跟江泽民的真实家庭差不多 也就是无论谁当权 只管往上爬就行了 那就很难认为 这种做法比闷声大发财更糟 江泽民后来吸引哈斯的多才多艺 主要来自宽裕的少年时代 江上京的亲女儿江泽惠回忆童年 就只记得无穷无尽的贫困和饥饿 白区党在南京附近的活动不少 明显没有将沉迷小资情调的江泽民考虑在内 三 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在示威活动中 学生们经常唱起一首名为毕业歌的歌曲 同学们 大加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听吧 马尔是大众的街商 看吧 一年年国土的沦丧 许多年来 江在很多场合都唱过这首歌 包括他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60分钟节目的采访时 4. 伟国民党中央委员 中央常务委员兼社会部部长丁莫村 曾以中央大学的名义 开办了四期青年干部培训班 从高级官员子弟中选拔幼苗 来训练职业学生 以便在大学中监视学生当中的 抗日思想或行为 该培训班聘请有关专业教授 及特工兼客 每期结业 直接送入中央大学 江士郡当时历见棋子长者 参加了第四期培训 门声大发财的价值观 能够接受任何人统治 只怕统治者不够稳定 不幸由于日本的投降 这种事情还是发生了 国民党怀着翻身农奴 把歌唱的感情 把强者的利用 当成了自己原有的能力 和应有的权利 把自己在穷乡僻壤 吃苦的怨恨 发泄到留在沿海享福的汉奸 和伪学生头上 汪奖斗争 导致中央大学一分为二 南京中央大学的学生 发现他们要替汪兆明 付出代价 国民党颁布了 沦陷区大学学生重考城市 相当于塔利班的毛拉 对苏联培养的工程师 进行甄别 延安知识分子 给留美学生办学习班 伪学生江泽民 一面高呼科学不韦的口号 上街游行 一面加入了共产党舞 他很快就发现 将愤怒引向 打倒美帝国主义 及其走狗比较容易 论证伪学生和顺民的无辜 比较困难 满洲国的职业军人和技术人员 经历了同样的遭遇 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宣传一致声称 前者代表还乡团 后者代表搬身农奴 其实真正的翻身农奴 出于德性 资源和经验的匮乏 一般只能坐搬起石头 砸自己脚的事情 被人利用以后牺牲 是他们预先注定的命运 共产党至关紧要的行动主体 和组织核心 第一条战线和第二条战线 都是汉奸 还乡团 对误入歧途的青年 翻身农奴的阶级报复 只有改造物件和社会周边 农村土改和城市公司合营 才是幕后核心 新社会精英 利用翻身农奴 打垮救世会精英的过程 翻身农奴 在精英路线上 直接毁于还乡团的报复 在屌丝路线上 做完炮灰 就回到自己应有的位置上 青年江泽民 有没有从切身经验当中 领悟这套挂羊头 卖狗肉的 马基亚维利主义 已经无法考证 但他掌权以后的做法 证明 他肯定在以前的某个时间段 看透了这个世界 黑材料专家们 无比认真的挥舞汉奸的帽子 恐怕只会引起他的轻蔑 五 他改变了中国 江泽民传 据同学同宗海回忆 江泽民分析说 把我们所学的知识 说成是非法的 毫无道理 科学就是科学 这没有什么可说的 我们没有做错什么 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 2013年出版的 李锐口述网室 江泽民进交通大学 其实不是考取的 他是怎么进的交通大学呢 详细情况是 钟佩璋后来告诉我的 江泽民原来是汪精卫时代 南京伪中央大学的学生 钟佩璋是那个大学的 地下党支部负责人 江泽民在校时入了党 入党介绍人叫王嘉游 王到我家来过两次 日本投降以后 蒋介石把这个大学取消了 在校的学生 就按照所学专业 被分配到其他大学 江泽民作为电机系的学生 转进了上海交通大学 钟佩璋和王嘉游 和我谈江泽民 说他在地下党支部里 并不是积极分子 江泽民的家境比较好 从小丹当琴 二胡 小提琴 他大概都会异点 如果家里没有钱 是不可能学这些乐器的 他的生父是政治人物 在汪精卫那里搞宣传 还搞过电影 宣传日本人好什么的 解放以后 他把生父的情况隐瞒了 50年代 他汉年的问题出来以后 江泽民有点紧张 后来 他只提他的养父江上青 江上青在新四军工作过 是张爱萍的部下 张爱萍原来的夫人杨纯 也领导过他 江上青是被国民党的卫兵杀掉的 江泽民就拉紧了跟张爱萍的关系 江上青的墓碑就是张爱萍写的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承认国民党的翻身农奴 在整人技术方面还是不如列宁的嫡系 重新考试的小把戏 难不倒江泽民这种优等生 他还是转入交通大学完成了学业 他在资本家的冰淇淋企业工作了两年 就落入南下干部的学习班首中六 此后几十年同样的故事不断重演 南下干部在上海 很像黄鼠狼站去了看门狗的位置 母鸡每一次觉得似乎可以安定下来生蛋的时候 黄鼠狼就要弄一个鸡飞蛋打的场面 黄鼠狼饿得爬不动的时候 母鸡又会觉得下蛋的好日子来了 如此周而复始 无约人民不仅习惯为征服者打下手 而且在长期的狼狈关系中 已经失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 他们只能暗中怀念满洲人和日本人 因为有条不稳的吃鸡蛋总比折腾不休的杂鸡蛋好 但诚实从来不是弱者的美德 后者即使在怨天尤人的时候都是欺善怕恶的 学习班就是为江泽民这种人准备的 因为每一种德性都有其相应的克星 他永远不会放弃向上爬 因此非要追求进步不可 但阶级的烙印如此明显 简直是天造地设的教育改造无间 江家的文化传统就是无论如何委屈 在任何政权下都要尽可能适应环境 在真正的无产阶级干部眼中 这种人太适合虐待了 如果没有汪道涵的保护 他追求又红又专的努力 很可能以悲剧收场 6.共军控制上海以后 公司被接管 并入上海一名食品一场 避暑于华东工业部 1949年9月 时任华东工业部部长汪道涵来场视察 江与汪很快攀上了关系 二人都毕业于上海交大 汪的妻子是一民厂的董事长 汪和江上青一样 都在张爱萍手下工作过 江很快被从技术保障科科长 副总经理提拔为总经理 不久 上海市政府下令所有前地下党员 都必须接受一段时期整讯 江被带到松江接受了讯问 一个月后返回一民厂 又被升为第一副厂长和党支部书记 后来在三反五反运动中 将也受到三个月的审查 苏联专家准备在满洲建立史达林汽车厂的分支 需要一批剑袭工程师 汪道涵把江泽民 塞进了第一机械工业部的留学生名单 这些人就是未来技术官僚的模型 江泽民不仅很快适应了计划经济管理者的角色 而且体现出颇有无悦特色的分寸感 他从来没有错过任何一次运动 从来不会找不到整人的理由 例如你说苏联车床的声音比美国车床大 就是一条符合右派指标的罪名 但他从来不肯充当实验品性质浓厚的积极分子 从来不会打击那些有可能卷土重来的危险人物 这些特长保证他不断升官 但不足以保护他逃避接二连三的学习班 邓小平上台后 江泽民稀有余悉地说 如果有机会重新选择 他宁愿去美国读一个理工博士 不过他当上部长和市长以后 就不再说这种话了 毛泽东的破坏活动 给技术官僚界留下了太多的空缺 实际上帮了江泽民的盲期 如果他真到美国读博士 估计只能以工程师和英识的中产阶级中老了 但他这种人 如果没有遇上车祸和胜战者 总是免不了会积累一笔产业的 吴越人特别擅长依附秩序 但并不擅长创造秩序 江泽民意外崛起 其实是圣战者太多造成的时空扭曲 7. 李瑞口述往事 1982年 我到组织部后 中央决定 我参加中共十二大人士筹备小组 十二大强调 中央委员会 要补充进知识化 同专业化相结合的中青年新委员 周建南 时任机械工业部部长 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毕业于上海交大电机系 就向我推荐的江泽民 我让中组部经干局副局长李志民 到电子工业部考察了一个礼拜 他回来告诉我 这个人可以 江泽民就是那次进了中央委员会 当了电子工业部部长 江泽民在1989年的风暴当中 仍然把自己定义为 依附者和执行者 他显然觉得 政策向什么方向倾斜 执行者不负责任 只要执行的成绩好 就是他的功劳 论功行赏是应该的 他时刻渴望向上爬 但基于大权的图谋 他根本没有 他能干活 但没有自己的一套想法 他所做的事情 总是反映了 依附目标的想法 他对依附目标的真正企图 把握不准 说明他当时仍然没有进入核心 他在上海知识分子座谈会上的讲话 实际上体现了 赵紫阳的调和主义巴 他进京之日 并不知道个人前途是凶是吉 他推行治理整顿 以为这是党内老人真正想要的 邓小平撇开他南下 他紧跟新政策 也没有什么困难 别人可能责备他 没有政治节操 他自己大概以为 这不过是管家和工程师的职业习惯 邓小平年龄已老 力不从心 三次选择 一切不如一切酒 陷入了类似武则天和慈禧晚年的心情 经不起折腾了 时间能够战胜一切 包括萧雄在内 没有人对江泽民完全满意 但谁都觉得换别人只会更糟 他在阴差阳错当中行驶管家的职能 奥特雷邓小平和双手沾满鲜血的老前辈 又在阴差阳错当中 接受了后冷战时代的经济全球化 坐享免费搭车客的红利 8.时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沙叶欣 我的心更没死 5月35日前后 我和上海市委领导的接触 原载于香港专题 动向杂志6月号 1989年4月15日 胡耀邦去世 很快就引发了震惊全国和世界的大学超 全国各地的高校学生和知识分子 以及普通市民相继游行示威 上海市委还因为世界经济导报事件 激起轩然大波 难以自拔 5月16日下午2时 在康平路市委会议室 召开上海部分知识分子座谈会 会议一开始 江泽民便说 北京和上海的形势非常严峻 他作为市委书记 压力甚大 以致精神不济 将说 最近以来 上海所发生的事 游行呀 示威呀 静坐呀 绝食呀 北京 全国各地都有 上海唯一的土特产 就是导报问题 市委对金本利同志的处理 仅仅是停职 不是免职吗 停职 还可以复职吗 有人希望 市委主动找个台阶下一下 我们也希望呀 但是双方面都要下台阶才行呀 一方下了 一方顶着 也不能解决问题吗 将当时对解决导报问题 却有诚意 也非常急切 这和来自中央的压力有关 此前将去北京 找过赵紫阳请示办法 赵梅建 报同建了 报传达赵的意见 说解决还须记凌人 于是将反护之后 不得不急忙解决 还有一细节 很能表现江的意愿和焦虑 当记协主席夏其言 提到他是亲本利的入党介绍人时 江便立即离位 和夏并坐 低声交谈 明显感到是他在向下求援 希望下帮助说服金 解决导报问题 我发言中 还举了江泽民1987年 在上海交大 处理学潮知识为例 那次 他以一个学生运动的前辈 来开导大家 起先还很受听 当将用英语背诵林肯的 格底斯堡演说时 有点炫事 发音也欠准 被台下一个学生嘘了几声 将便尊容失色 指着台下质问 谁 你上来 上来 没想到该生真的堂而皇之地上来了 江连生问 你叫什么名字 该生也坦然回答 反而始江下不了台 我对江说 起先你很潇洒 后来你失态了 表现的不是一个政治家的风度 而是一个父母观的架势 什么原因 就是不习惯民主 江对我的话 非但不以为武 反倒说 还是你们作家懂得人心 看得准 出我意外 九 李瑞口述往事 邓小平南巡之前 江泽民到党校去做报告 有一个七一讲话 反对和平演变 要把个体户搞得倾家荡产 邓小平反感得很厉害 他的九二南巡就是想把江泽民换掉 但是其他三个老人 陈云 李先念 薄一波都反对 陈云讲了一句话 将离体制不变 李先念也讲了一句话 李先念为什么对江泽民印象这么好呢 他住在上海时 江泽民对他们夫妇照顾得很好 所以对江泽民的印象就很好 薄一波讲 事不过三 你干掉了华国锋 干掉了胡耀邦 干掉了赵紫阳 再干就不像话了 所以邓小平就没换成江泽民 邓小平一代不能承担退位的风险 因为他们的革命 本身就是一连串犯罪和间谍活动 他们做不成革命家 就只能做犯罪分子 他们即使在统战需要开明统治的时候 本人也是残酷的 江泽民的统治往往是残酷的 对某些特殊群体 甚至比邓小平更加残酷 但他个人的残酷就不如老前辈 经常流露胸无大志 求铁问社的迹象 大权对他是躺来之物 意外之财 他在世界上不再有其他期望 只要别人不来妨碍他闷声大发财 他就不妨碍别人闷声大发财 如果有人妨碍他 他就会拿出列宁主义留下的镇压机器 但这种做法的主要原因 恐怕还是命运将这台机器送到了他的手中 他本来很可能变成汪兆明政权的高级事务官 或是资本主义企业的总工程师 运用这些社会流行的管理方式 也不会有多少不是 体制在他的领导下 迅速退化为各种经营政策的分立集团 江泽民政权的特征是管家的务实主义 小时聪明大是糊涂 技术改善路线冲突 向抵抗力最弱的方向发展 希望时间继续替他解决一切麻烦 他躺来的体制留下了两项致命的遗产 共产主义的使命和天朝复活的使命 跟他搭上的便车路线南辕北辙 前者需要背靠欧亚大陆向海洋体系挑战 后者需要背靠海洋体系 肢解大陆核心 两者早晚撞车 然而历史的时间表不同于个人的时间表 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 只要选好听话的接班人就成了 任何一方的路线转变都需要费很大的力气 而一个吃饱的管家 是不会为别人的宅邸冒险改变现状的 造化弄人 十几年来一直有利于他的阴差阳错 忽然转向相反的方向 仿佛存心要他在垂老之年面对惨淡的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